基隆社区大学何彦仪老师带领他所培训的银法艺术讲师 和特别成立的银法艺术乐活社的成员深入社区 带领长辈们快乐学习艺术创作 丰富长者的身心灵 基隆社大的银法艺术师资班开办以来相当受欢迎 甚至吸引不少退休银法族来进修 学成之后投入社区服务 由银法照顾银法 可说更加的有同理心 其实在基隆社区大学里面 我们要做一个全台的领头养 所以在基隆社区大学里面 全国唯一的私资班就是我们这个班 那为什么有这个班 是因为现在是高龄社会 已经都是超高龄了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课程呢 会训练很多在地的基隆人 然后呢学习银法艺术的一个精髓 然后服务基隆人 然后服务基隆的大银法族群 大银法族群就是从乐龄55岁以上 所以我刚刚的简报里面有提到啊 不管是独居老人啊 据点的啦 日照长照甚至像我们在基隆已经做很多了哦 像我们基隆唯一的安养院博爱之家 还有这个养护大楼的仁爱之家 我们的学员都有在里面做服务 然后呢一起研究 然后他们刚刚唱 你来银人 我们用了台东的这首歌把它转换过来 意思是 大家都可以来银人出头啊 想成为银法艺术讲师一起投入长者服务吗 基隆社大秋季班将持续来开办这项课程 那社大现在已经把秋季九月份的时间 已经陆续贴出来了 所以民众可以在六月中的时候 到基隆社区大学 你可以上网去基隆社区大学 然后我们的课程叫银法艺术师资培训 那我们的课程呢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结构很强的课 所以它分成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星期二的晚上 银法艺术师资培训 一认识与入门 为什么要认识与入门 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台湾已经高龄 还有其实政府有很多的好意政策在推动 可是民众不知道如何搭配 所以我们会透过认识与入门 让他们先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然后呢在星期四的晚上 我们有银法艺术师资培训二 叫做多元与进阶 为什么要多元与进阶 要用很多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方法 然后呢让我们的长辈可以上到很多的东西 而且这些老师现在我们培训他到很多机构 对不对 他每个礼拜是不是要上课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教案 不然他会没有东西 所以要多元与进阶 那最后就是礼拜五 我要带着大家实际的到不同的场域 去日照中心 去私自据点 还有像这样的社区关怀据点 让他们来认识 这里的长辈长这样 私自据点的长辈长那样 我们要去那个阳库大楼是躺平的 我要用什么方法 其实都有不同的规划 所以第一个认知他的态度要对 第二个他要有技术 第三个你要有现场的实习经验 这样子是不是等于是技职学校的概念 那社区大学其实现在是终身学习的一环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里面 不是只是来上上课玩一玩就好 只照顾自己 其实可以社区大学里面也可以学很多的技术 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基隆社大老师何言一说 透过完整的课程设计 期盼培训出更多银法艺术师资 来服务基隆的长辈 透过互动交流 鼓励学习 达到延缓长者失能失智 打造银法友善的幸福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多多小龙